9月13日,美国劳工部公布了8月份的最新通胀数据,结果大大出乎很多人的预料。因为数据大增,明义通胀率为3.7%,之前预期值是3.6%,7月的前值是3.2%,虽说事先肯定知道,但这数据公布后,拜登和他那批人看了后,至少会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。 美国大选临近,预测指出美国可能会采取降息策略。要实现这一策略,首先需要遏制加息的趋势。无论如何,通胀数据至少得看起来合理。 这其实是在说,数据可能会被调整。这种调整通常不是完全捏造,而是基于选择性的统计样本。只要稍微改变选样本的方式,就能产生0.1%甚至0.5%的误差。 这种操作很难被指责为造假。通胀数据是由劳工统计局发布的,而劳工统计局归劳工部管辖,劳工部长是由总统提名的。 当美国需要加息时,通胀率会被调高。需要降息时,它就会被调低。 为什么拜登会希望降息?答案很简单,很多美国人手头紧张。美联储的一项2019年调查显示,只有61%的成年人可以应对紧急情况提供400美元,其他39%甚至连这400美元都拿不出来。 2020年的疫情让这个问题更加严重。特朗普决定通过印钞增加流动性,但这也导致了不少人习惯了政府的援助。 当拜登继续这项政策时,美国的储蓄额大幅增加。但不断印钞并不是长久之计,所以拜登逐渐减少了这种援助,导致储蓄迅速减少。 但问题的核心是乱印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。拜登试图通过外部策略,例如激发俄乌冲突和启动暴力加息来稳定内部经济。 但这也导致了物价和利率上涨,使民生更加困难。 明年是大选年,拜登如果想再次当选,必须解决这些问题,否则民怨沸腾。 再次启动印钞机和降息策略,似乎成为了不得已的选择。 这可以形容为什么呢? 好比一个人染上了毒瘾,戒不掉,成为了深深的困境。 近期,拜登和他的团队担惊截律,盼望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能有所好转,从而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有理由暂停加息,进而启动降息。 但这一策略并非简单转换,而是涉及几个关键步骤,首先,他们需要找到确凿的原因来公开终止加息。 接下来,他们将停止缩表操作,即不继续减少其总资产规模,如不再出售国债和NBIS。 接着,美联储将开始降息,而这通常需要多轮操作,最后,会开始大规模的货币注入。 这整个过程的时间规划相当严格。 例如,即使连续降息,每次也至少需要一个月还要预留观察期。 另外,为了大选,注入的资金必须让公众,特别是美国选民感受得到,这中间也存在时间差。 按这进程,如果年内美联储还没有暂停加息或提供降息的方针,对拜登的连任无疑是沉重打击。 更糟糕的是,美国的通胀率却逆势上涨,这可能会扰乱拜登的选战策略,连带影响其其他政策。 所以,问题的关键在于,为何美国劳动统计局无法提供拜登所需的有利数据? 答案是,任务难以完成。 通胀的突然上涨与国际原油价格上升,导致美国的汽油价格暴涨,有数据显示,8月份汽油价格上升了10.6%。 美国劳动统计局为计算通胀,主要看食品、能源和核心通胀三大部分。 如此猛烈的能源价格上涨,通胀只增长0.5%,这已是他们尽全力了。 而油价上涨的背后,与全球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前景乐观有关。 但真相远不止如此。 在拜登的领导下,他不止一次得罪了一些重要的团体,这使得他处于一个极为脆弱的位置。 其中,美国的石油生产商和炼油商是对拜登持有怨气的一方。 他们传统上支持共和党,并与前任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。 拜登上台后,推动的减碳和环保政策对他们造成了损失。 因此,一旦有机会,他们就会选择反击。 近日,由于油价持续上涨,白宫及美国能源部希望相关产油国能够加大生产量,以确保美国的汽油供应稳定。 但这些建议遭到了一些产油国的反驳,他们指责拜登总统限制他们的生产活动。 例如,他们原本计划的海上勘探计划被推迟,两个大型的油田租赁项目,分别位于墨西哥湾和阿拉斯加,也被取消这些产油国明显不打算支持拜登总统。 如果他们不利用此机会进一步减少生产,给拜登制造麻烦,那真是奇怪了。 另一方面,OPEC加组织,尤其是沙特和俄罗斯,也在油价问题上与美国发生争执。 沙特历来以其商业口碑,在国际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,成为阿拉伯联盟、逊尼派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核心成员。 但在2020年大选期间,拜登对沙特王室的评价让沙特颇为不满。 从去年开始,沙特与拜登在石油政策上明显存在摩擦。 例如,去年7月,拜登曾亲自访问沙特,希望他们增加石油生产。 尽管沙特没有直接拒绝,但他们增加的产量微乎其微,与直接拒绝无异。 令人意外的是,拜登刚离开沙特,沙特就宣布减少石油生产。 后来,沙特连续数次宣布减产,每次的理由都是国际石油需求降低,为了维护油价。 但如今,油价已经上涨,布伦特国际原油价格已超过90美元每桶,许多人认为应该增加生产。 然而,9月5日,沙特与俄罗斯达成协议,表示他们之前的减产政策将持续至年底。 近日,从某些声明中,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某种对局势的挑衅与满足。 而第三方面的焦点,落在了受到美国制裁的有产国,特别是伊朗和委内瑞拉。 在网络上传闻甚广,称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得以暂时缓和,被冻结的伊朗石油款项得到了解冻。 这是事实。拜登面临的尴尬境地是,国内石油企业不增产,沙特和俄罗斯也不听从号召。 那么,解决方法是什么呢? 尽管伊朗一直是美国的眼中钉,但考虑到其石油产量,解除一些制裁,使其石油进入国际市场或许是个办法。 同样,委内瑞拉也是个关键。 这个国家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石油储量。 但在过去十年,受到美国的连续制裁几乎濒临崩溃。 从禁止石油出口,到不许粮食进口,再到大量国家财产被冻结,委内瑞拉经受了巨大的打击。 最为尴尬的是,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最终因为贪腐被摧毁。 现如今,拜登考虑解除对委内瑞拉的部分制裁,与其策略对伊朗如出一辙,也是为了稳定国际石油市场。 但直到目前,这还只是计划而已。 国际油价仍在上涨。 原因呢? 从伊朗偏好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,到委内瑞拉与我国建立了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,事情似乎开始变得清晰。 简而言之,世界现在的态势已经逐渐显现出来。 众多国家联合起来,挑战美国在金融领域的优势,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。 现在的拜登面临着巨大的选举压力,要么与特朗普平分秋色,要么明显落后。 有关其是否再次竞选的问题,已经在民主党内部引起了许多讨论。 拜登的时间已经不多,他需要尽快找到解决之道。